哇 好好吃的樣子喔 我跟總統報告 這個是必點 這邊是最好吃的 來到日本料理店 總統蔡英文當場點餐外帶 南海市場的樓上 現在已經是不只是蔡市場 才是美食店 國外的郵輪的觀光客 也會來這邊 也會來這邊 然後台北或者雙北 的客人很喜歡 這個要是郵輪回來會更忙耶 總統蔡英文到湯圓店 享用起豬肝腸和鹹湯圓 愛吃小吃的總統蔡英文 頻頻點頭稱讚 連水餃灘 天婦羅灘 通通走過路過沒有錯過 親自來 基隆仁愛市場走一趟 就是要告訴大家 台灣觀光準備好了 相信在穩定控制疫情之後 開放了國門 我們整體的社會 會邁向正常生活 而且這個步伐會越來越快 我們也會再一次的帶動 新一波的國旅的熱潮 所以我們也希望很多 更多的台灣人 大家能夠來這裡走走看看 來基隆 看港口 還體驗我們阿美族的文化 蔡英文也到阿拉寶灣 原住民聚會所參觀 聽取簡報 這個龍目錦其實是古蹟 那這個過去呢 因為有很多的垃圾 還有停放的車輛 所以我們把這個井蓋 因為這個居民還在用的水 所以我們把這個井蓋 做了一些設計 然後這個是融合了在地的一些 文化的這一些發展的一些故事 然後做了一些鏤空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總統蔡英文和基隆市長林厚昌 立委蔡世音 一起手做DIY之外 也品嘗部落美食 還有我們這個最漂亮的 是專門交代我們貴賓的 席腦跟那個山豬肉 用麻糕去醃製的 希望你們喜歡 市長林厚昌 親自示範射件活動 總統蔡英文頻頻拍手 太厲害了 好強好強 我非常謝謝 這個頭目還有很多住人同胞 他們這幾年來 跟市政府一起合作 所以初步有一些成果 那特別帶總統來體驗 然後也希望能夠 透過總統的加持 讓這個部落的未來 變成是基隆河冰島地區 最棒而且最亮眼的一個 特色的一個文化觀光旅遊 我今天到這裡來非常高興 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喜歡這裡 剛才那個菜看起來非常的好吃 真的我看過最好吃的那個 我們原住民部落 阿美族部落的菜 我不曉得會不會對其他人不敬 但是真的看起來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來這裡 走走看看跟我們 阿拉寶灣文化的聚落 跟我們的族人在一起 一起共同來享受我們 阿美族的風情 首次來到阿拉寶灣的總統 蔡英文對吉隆市長 林歐昌八年經營用心 相當稱讚 國境開放後 意後復甦 台灣拼觀光 正在全力啟動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最大的利品